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其實更多人心思 未曾知道是否真的直接影響 就是直接影響需求 就是港人移民的問題 如果我們看回數字 很多大行報告 會說今年樓價預測 都會搬成為今年樓價下跌的主要一大因素 如果我們看回數字 例如1990至1994年 那時候回歸的時候的恐懼 其實引發了 香港人向外移民 就差不多超過30萬人 如果拉回平均 每年都有超過6萬 但我們看回數年 2016至2020年 除了每年平均只有7800 有些人就說 其實這樣好像 高估了這個移民人數 所令到這個需求 大幅減弱這件事 其實跟以前相比 都不是真的那麼多 這個移民最重要的是 質素和詳細 就是它的資格的問題 那你突然間 BNO的出現 你到年紀 或者什麼 你有資格 在香港有 三四百萬人 是有這個資格 這個BNO 就是你好像 大家去英國 我們好像英國 曼聯那樣 曼聯看球 要付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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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要貴一點 免費 免費 更多人去 現在你去到英國 有很多人 他們去到 我去英國 去到 大家過一個冬天 就明白 那邊多辛苦 我不是說 很多人不明白這件事 我都是俄國讀書回來 但是你移民的人 九成多人 是沒有外國讀書 不是在外國讀書 也不是在外國生活 長時間 那就是一個 慷慨富裕的 真大的移民 那去到移民做什麼呢 去到移民就是 做比較低的工作 那你不 就是香港人做低的工作 不要緊 我們都做過 那半公司 但是都是替人做項目 那你可能要做一些服務業 服務業 處理 倉庫 就算是 頂不順 意思是嗎 頂不順 頂不順 可能會回流 是不是 很多都是這樣說 到時候房屋水頭 都會回來 很多人沒有賣樓 沒有賣樓 很多人沒有賣樓 即是真實了解身邊的人 基本上 我去年初大約的同時間 我去到香港源頭的城市裡頭 那時候還沒倒閉 那時候 那時候 很逼女分明 是 那一個星期見我上去過 我上去過 幾個人好像針鋒相對 不是針鋒相對 我被人針鋒相對 我被人針鋒 城市裡頭彈氣氛 是這樣的 那就是 在說 就是 去年 會有2800億人 即是他們當時計數 有2800億 他的資金離開 大約有15萬人 是 15萬人 2800億 他的資金離開 那他們說 這樣的情況 樓價一定會跌 是 我就說 2800億對香港 都不是很大 對地產市場 不會影響樓價 那大家都不知道 到今年出來 就是 700多億 就是賣樓走 然後 人數 就是7萬人 但是 跟他們估計 未夠一半 未夠一半 我覺得 大家 去移民 去了解一下 對方 對方的 理性移民目的地 移民目的地 就是 比如 有些人 我最好一點的生活 我最好學術性的 我移民美國 但是 有些人移民 就是 我享受的 那我 一些比較 落後的地方 或者 生活思想 去馬來西亞 但是 諸如此類 所以 有些人可以托上去 去移民非洲 就是 它說 很Niche 因為非洲 很穩穩 就是不同的 是 我覺得 現在移民太多了 他們自己搶食 都搶得很辛苦 不過是這樣的 如果我們真實數字 就真的沒有一些最新的可以看到 就算政府正式公佈 都是去到去年的年中 就是 估算當時 離港人口接近九萬 不過你當時也有個 疫情在那裡 有很多人可能是涉及 去了 那邊回不了來 所以我們未曾見到真實畫面 不過湯博士我覺得 有一個都挺肯定的一件事 就是 你也知道了 疫情搞到現在的出生率 歷史新低 就是 你 樓市很難不講公求 當這一幫人長遠 好像越來越少的時候 其實 不當不少的人都會覺得 長遠來說 香港的樓市都是 沒有那麼穩陣 這樣 是不是 為什麼會 歷史新低 我以為沒有什麼 做 我以為沒有什麼 做 不知道 所以我都覺得 有少少奇怪 這個 我都知道 就是 這個是一個大城市 或者是一個很進化城市的必然象 來的 日本這樣 歷史一直低低努力